说的是南洋 南洋我听说 单单马来西亚了 这一个国家了 就有一百多个金东西会 所以灭佛的人呢 越来越多了 那么我们 冷静地观察 无论在家出家 是这样做不到 金中学会修行的指导原则 可以说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金业三福 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 我们用这三条 作为我们依靠的准则 第一条 四句 孝养父母 奉死司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第一条啊 就落在十善业上 十善业做不到 不孝父母 不敬四掌 所以孝亲尊业是落在十善上 没有十善 这都没有了 十善没有 三规五界就没有 要知道 要知道三规五界 尽力在十善的基础上 你有十善 你才能受持三规 才能受五界 菩萨界 所以摄下没有的时候 那你要是受戒 归一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佛门常说 找出来 这才能救啊 原因是 佛在经教里头教导我们 学佛 如果不能够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佛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 非佛弟子 所以学佛要按部就班来 想读书啊 你要从小学念起 小学念完了念中学 中学念完了念大学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这才行啊 佛法传到中国来 小臣经论 是非常完整 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 阿罕部 就是小臣经 所以 初期到中国来的时候 确实 从小臣学起 但是 到唐朝中叶以后 中国的佛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了 不休小臣 宋朝以后完全没有了 所以小臣本的两个宗啊 徐学宗 陈石宗啊 就失传了 没了 那为什么呢 中国佛弟子 用辱 用道 辱家 道家 代替小臣 行 以这个基础 直接入大臣 决定 没有问题 所以小臣这样在中国 就帅了 今天是留下来了 没人学了 那么从前学佛的人 通通都有 辱家教育的基础 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 有这个基础啊 那么中国传统教育 疏惑了 断掉了 至少断了70年 70年是三代 我小的时候 还沾上一点边呢 那一点边就很宽容 如果没有这一点边呢 你在这次的佛法上 不能没办法去 所以中国传统教育重要啊 儒家的教育 他的特色是在家庭 家庭教育 从小 父母教啊 大人教啊 是一身教啊 不是一人教啊 小孩出生 小孩出生 三四天 就开始接受教育 做父母的人 在小孩面前 一举一动 就规规矩矩 他会看 他会听 虽然他不会说话 他通通看清楚了 听清楚了 都记在阿拉耶士里头 所以中国 有一句谚语讲啊 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众生 就是说三岁 他三年的学习啊 你就能够判断这个人 到八十岁 他是个好人 还是坏人 就能就能够知道 根杂下去了 所以少臣若天信 习惯臣自然 是家教好啊 我们这个家教啊 满清王国之后 中国这个地区 一片混乱 军阀各局 民国成立不久 你看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 八年抗战 把整个社会打乱了 把我们的家庭教育毁掉了 大家都逃难了 抗战期间八年 我走了十个省 日本人在后面追 我们在前面跑 过的是非常艰苦的生活 所以这个七十年 不算长 也不算短 现在要救 还来得及 现在不救 再等十年 神一先都救不了了 没法子救 没法子救了 那么好在这几年来 国家领导人提倡义德之国 提倡和谐社会 大陆许许多多地方 有儿童读经班的出现 这是好现象 从根就起 所以 我劝勉 学佛的同学 真正要陈旧 那你不学小陈 小陈是在经很多 事不太容易 要很长的时间 还是用儒家 用儒家最根本的 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分量不多 总共只有1080个字 三个字一句 总共360句 真正用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你读经 没有关系 你每天功课可以照做 福可以照念 全心全力 把弟子规落实 要统统做到 那是戒律 那是戒律的基础 你有弟子规 十善业道不难了 你真的可以落实了 有十善业道 你的三规五戒 这也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了 戒律轻规 你才能做到